廣州警方是用警用直升機來巡航 也記者登上警用直升機 親民警方空中安保 剛才報導 在環南快速幹線的上空出城方向 排起了長長的車龍 廣河高速東行方向同樣擁倒 從高空看下去都看不到車龍的盡頭 相比之下西洪回城方向一路搶通 在擁渡路段三車道走成了四車道 有司機開上應急車道 飛行員將直升機降落到30米的低空 名笛警醒司機 司機馬上開上機動車道 我們現在來地面 大陸有200多米的距離 在這裏 每一部車輛都是非常之細的 但無知不知透明是用眼去觀察 翻譯的情況 而是靠直線下面的光 調磋油 一周書連 翻譯有幾百米的距離 車上面的車載號碼都可以見得到前座 警航承擔著空中巡邏 警令投送 追擊重特大案件 在途犯罪嫌疑人等入務 路面會塞車 但直升機就不會 可快速實施救援 醫療急救的時候發現有中病人 只要遭遇 交通又阻塞 甚至要輸送 就用飛機把它送到重要的醫院去 這台警用直升機最高時速 可以達到每個小時近300公里 開車半個小時的路程 直升機五分鐘就可以到達 加滿油之後 飛行時間可達三個半小時 黃金洲期間 廣州警方 避免空中巡邏雙結合 主要針對高速路、車站等 更多密集的地方進行出動 廣州電視記者當時報道 市住建委發佈租任住房標準相關通知 徵求意見 明確金後租任住房 不得按床位變相分割出租 乘租人均使用免職不得低於五平方米 譚水申報道 目前部分房屋業主為了利益最大化 將房屋分割成多個單間出租給不同人 也有看過有兩三間 一個本身可能是八十幾個房屋 改成七八間七宗 所以這樣會對整間屋每個構造會影響 徵求意見稿明確 最早容易居住的房屋 乘租人均使用面積不能低於五平方米 租任住房要符合消防、延體結構等方面的標準和要求 不能違反住宅設計規範 對原房屋分割搭建後出租 不能按床位等變相分割出租 正確意見稿當中也都提出 單套住房內具備直接採工自然通風功能的 相對獨立的客戶也都可以容易出租居住 但是單套住房改造之後不能夠加建廚房衛生間 居民小區住宅套房不能夠改建為宿舍 這個布置這方面可能也就規範一點 有點保障 這個規定其實挺好 但也都有業內人士擔心 徵求意見稿的執行有難度 市民對徵求意見稿有任何意見建議 可以在12日之前向市房地產租任管理所反映 廣州電視記者譚瑞珊報道 內稅務工人員承租公租房申洗 就是今天開始實施的 內稅務工人員申請公租房的門檻降低了 不及收入和資產的限制 譚瑞珊報道 之前內稅務工人員要在廣州連續辦居住 正滿五年 並且家庭收入滿足相關標準才可以申請公租房 部份人可以通過積分來獲得優先負租 今次細則也都進一步擴大了可以獲得積分的人員範圍 將政府專職消防員和警務輔助人員納入其中 如果成租人在公租房使用過程中 出現擅自將房屋轉讓轉租分租調活 或者無證當理由連續空置住房六個月及以上 成租資格將被取消 而且五年內不再獲受理住房保障申請 為反中合同規定怎麼可以讓他們繼續住 讓他們繼續用 清洗他們出去給更加需要的人用 這個辦法的調整跟原來的改動相應的比較大 我們那些系統要重新來進行一個研發 所以今年的這個鏈像外來務工人員的這個申請和這個分配的情況 要視我們這個研發的進度再安排 目前廣州面向新就業務房積工推出一萬二千多套公租房 接受單位整體租入申請 內署務工人員只要在18到35歲之間並滿足相關條件 不受收入限制 亦都可以通過單位申請租入這批房員 租入期最長10年 廣州電視記者譚徐三角度 第五屆白雲山胡鐵文發展一年龍日在白雲山的新景廣場舉行 下午突然進入雷震雨 臨時取消了蝴蝶磅磅的環節 但是沒有影響到市民有限 登高的熱情 光明報導 下午兩點多 白雲、月秀、天河等區域有短時間雷雨 一家人雷雨 走一走 下雨有沒有影響 沒有 沒有 舒服一點 所以沒有問題 蝴蝶磅磅磅磅磅的環節就取消了 應該是有聽說過 隨便過來進行 下雨沒有 白雲山方面說 接下來五天 明春公警區每天都會有兩場蝴蝶磅磅磅活動 只要不下雨都會如期舉行 下雨雖然看不到蝴蝶 不過雨後竟能見到高 這道市民遊客可以一到廣州城市風光 除了山頂廣場叫蝴蝶節 山下雲台花園的燈飾花圍前之外 十月四日中秋節在摩星裡 還有中秋主題燈飾和祈福活動 預計下樓將會達到假期的最高峰 白雲山方面說 中秋節多晚燈高上雨的市民會比較多 到時如果仍是有雷雨天氣 考慮到安全 他們會對上山的下樓有所限制 廣州電視記者汪榮報道 黃金洲假期市內多個警區 都有門票折扣優惠 想今晚有客就越想到你計劃了 南沙有警區推出全新的遊樂項目 市民可以在花蟲當中玩機動遊戲 過山車很多人都玩過 不過這個稍微有點特別 無論急彎、苦衝 你都可以見到一片花海 然後到澳大利的市民也做過這個過山車 當時就感到很害怕、很刺激很高 但是這種百萬人又是另外一個感受 但是就是說有花、有花香 但是在其他地方是沒有的 除了花香過山車 還有薰衣草、海綠樹 回桂園的彈跳機 所以一片花也聞到回桂園的芬香 這些遠道從洋來的寶蓮燈鮮包 也都為中秋國慶珍惜不少 其他長途的話可能路會比較曬 然後短途都比較好 另外這個國慶 國寶大紅貓也挑籤新居 新家裡足足有一萬平方米 不單只有大燕的中林 還有高達20米的灌木林 讓他們自由在這裡玩和爬 遊客可以乘艦車和他們見面 而廣州塔、藍山濕地、廣州動物園 和陳家慈等市內多個景區 門票也有百折優惠 廣州電視記者報答 九零後玩轉黃金周 今天出場的唐曉彤的從業五年五行遍了 廣州大大小小的村子收獲了一份特別的禮物 這個假期和你分享 好 搞定 收工休息去哪裏? 行街看戲去買菜? 嗯 當然出去玩啦 即使不是長假期 小心每一樣都可以游山盆水住得最慶 不同市區的高樓大廈 廣州周邊有深厚的自然風光 最適合自家遊 我一日不盡興想住回馬民宿 又要有特色環境好 Follow Me啦 往不便行經大廣告租 我們先來到松范區廣州 近幾年新建的民宿 無論從空間布局到風格的設計都很花心思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間民宿 它的前身是一間米塘 後來被人租了下來 隔壁的間房間 所以空間非常充足 同時大家見到宿內的 是包含了很多這些膚膜 是民宿的主人 自己在周邊水庫的水庫底 將這些膚膜拖回來的 在民宿還有一個秘道 可以通向一個很美的仙境 哇 終於一條水道之下 馬上來到水庫邊 如果沿著一條樓梯下去 還可以玩到水 因為水庫水人 最飛不知清涼 這個彎身穿到 彎的水庫 我們在這裡等著 每天都在 你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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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找水上活動 肯定很棒 艇後面 沒錯 但是皮蛙艇 會不會很難托的呢 一起來問一下 我們一會下水體驗一下 五分鐘之內幫你消化 好 讓我穿件高星衣 馬上來一堂出席的班 姐 那 中心不要跳出去 它就不會搬 好 OK 你出發出發 事實上 又真是幾意外 參與皮蛙艇 挖過屏戰的湖面 分享著旅行風景 很舒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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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还是会满像回归乡村那种感觉 其实是一种生活体验的呼唤 跟我在城里测水马龙这种环境 跟这种乡村田园生活 就满足内心的一种需求 喜欢住民苏是这一两年的时候 因为家里多了一个新成员 就是一只狗狗 所以基本上小假期都会想带着他 跟家人一起去广州州的地方 走走看看所以民苏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这两年来加起来差不多住了十几十间 其实最重要的是回家人和放松一下 毕竟城市生活的大路比较之大 节奏也比较之快 都是最后一句 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更好地放松 更好地享受 这些才叫生活今晚 网上电视记者 广州动物园即将迎来兴肯平 周年,动物园邀请全体市民为动物园南门广场同入口提供计计方案,方案提交的截止时间是11月底之前,动物园将会在12月中腾平转分车与金能重奖博一名,奖金水高是30000元,上席只能力9点播出的金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